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绝对没有这个胆量打破这个惯例 跟当前的扣押孟晚舟女士1028天的事件一样 加拿大驱逐中国外交官这种大事 肯定已经向美国请示过了的 目前我们中国已经基本上算是冻结了与美国高层沟通 而美国在多次舆论造势喊话 中国还是不为所动的情况下 悍然联合加拿大发起对中国的外交驱逐攻势 事情的原委还要从加拿大某位议员 屡屡编造和中国有关的谣言 抹黑中国形象说起 我方理事管员对该议员提出了批评 这就引来加拿大的政府的打击报复 咱们先不说 加拿大奉行的也是自由言论那一套 咱们评价加方议员是天赋人权 但说加拿大官员抹黑中国 中方难道不能驳斥吗 加拿大这个国家 从今年三月份起 就在抹黑中国干涉内政 指责中方在加拿大搞所谓的间谍行动 其实原因是什么呢 是加拿大反对党用中国干涉内政 来攻击特鲁多政府 说它是靠中国帮忙才赢得大选 这是典型的西方国家内部的党争 就像拜登指责俄罗斯干涉大选一样 美国那边尚且没有陥落到 因此驱逐俄方领事官员 加拿大竟然走在美国前面 当时我国驻加拿大大使 从培武发表署名文章 澄清了相关的问题 指出中方从来没有干涉过他国内政 也不存在搞间谍活动 中方和加拿大各界的接触 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加拿大的行为 只不过是被国内政治斗争绑架 我记得那会儿 中国外交还给出了一个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的评价 说中国对加拿大的内政没有兴趣 确实这么多年来 中国和加拿大贸易往来不多 在国际事务上也不存在利益冲突 加拿大既不是中国邻国 在国际上更谈不上什么存在感 作为一个盎撒国家 他们长期对美国马首是瞻 很多美国人都直接表态 说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个中 试问这样一个国家 外交政策方面连独立自主做决定的权利都没有 若不是听从美国的安排 恐怕也不敢朝中国发难 那既然现在加拿大主动挑起事端 我们也做得出对等的回应 具体有哪些方法呢 从外交手段上来说 我们可以分五步来实施对等报复 且这五种做法的力度是逐渐升级的 其一对等驱逐加拿大驻华外交官员 且数量可以更多 加拿大将一名中国外交官员认定为 不受欢迎之人 那我们亦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应 所谓的不受欢迎之人 是指接受国拒绝接受某类外交人员 且接受国政府在宣布 一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之人后 无需说明理由 不仅如此 对于不受欢迎之人 中方也可对要求其限期离境 加方不是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员吗 我们用何不成倍地驱逐加国外交官员呢 其二 逮捕加拿大在华间谍 某些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情报机构 这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美国就曾承认自己在华间谍网被中方摧毁 此前我们一逮捕过来自加拿大的情报人员 以中国相关部门的高效工作来看 恐怕处于我方监控的加拿大人情报人员还有很多 这些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情报人员 是我们随时可以动的妻子和筹码 对于他们出手并以此向加拿大政府施压 不是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其三 关闭加拿大驻中国外交机构和工作处 截至目前 加拿大共在中国开设了五个使领馆 另外有十个贸易办事处 对其中的一处或几处进行关闭处理 亦可向加方传递出强烈信号 这其中位于香港中华的加拿大驻中国香港领事馆 或可成为首选目标 反正关闭一处领事馆后 就相当于批量赶走一部分外交人员 其中的分量和力度着实不清 其次 降低中加外交的关系级别 如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 将大使级外交降为代办级 通常意味着两国外交关系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倒退 也是一国向另一国传递出不满情绪的做法之一 要知道代办级是最低一级的外交关系 若再降下去就只剩断交了 而断交意味着什么 恐怕所有人的心里都有数了 2021年11月 针对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 允许台湾当局顺利 助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一事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 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 降为代办级 15 与加拿大断交 好吧 这就是最严厉 也是后果最不可测的手段 我们自然不希望让中加关系走到这一步 但若特鲁多政府执意将反华情绪上升到与中国敌对的程度 那所产生的各种严重后果 就是家方就由自取了 针对家方无理行进 中方目前决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将一名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列为部署欢迎的人 以要求5月13日前离华 中方保留做出进一步的反应权力 近些年来 加拿大一向站在反对中国的第一线 去年年底 加拿大跟随美国的脚步 通过了所谓的加拿大反印太战略 加拿大外交部长乔美兰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宣称 加拿大会将派遣更多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来证明中方主张的水域或为国际水域 乔美兰表示 在不久前 加拿大海军就曾派遣一艘护卫舰 跟随美国海军舰队 到达台湾地区 并穿越海峡 确保各国的船只和飞机可以在台海的地区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 对此 我外交部表示 中方尊重各国依照国际法享有通航的权利 但中方坚决反对 以自由航行为名 挑衅威胁中国主权 然而 加拿大却决心在插手台海仪式上越走越远 乔美兰叫嚣道 根据印太战略 加拿大海军将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防御作用 来应对中国在地缘格局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一战略 加拿大将增加17亿美元的额外军费支出 确保加拿大军队的飞机和军舰可以更多地出没在西太平洋地区 根据我国发布的消息 存在去年一年的时间 加拿大多数派出CP-140 极光巡逻机等型号军机 进入我国防空识别区 我人民解放军空军多次在东海上空拦截了加拿大军机 沃泰华方面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行动 严重阻碍了在加首纳空军基地驻守的加拿大军队的正常行动 每当加拿大空军发起行动时 总会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阻拦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加拿大与我国东海地区相隔万里 它的军机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该片地区 从培武大使已经名言 如果家方执意挑衅 中方将坚决奉陪到底 我们当然清楚 对等甚至加倍报复 会损伤中家两国的关系 但事情是谁挑起来的 就该自己承担 自从去年年中 佩洛西窜台以来 中美关系再次跌到冰点 美方恳求通电话和访华而不得 谁的心情更急切 是不言自明的事 现在加拿大被美国摁着头 变成了美国虚空灶牌的筹码 就该做好被中国交作人的准备 即使是美国 也没有资格居高临下 同中国说话 更遑论是加拿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